台北市政府一樓大廳 摆放著大型插花作品 提供市民朋友打卡拍照欣賞 看不過癮還可以到台北探索館二樓 欣賞台北市觀傳局 與中華花藝文教基金會 舉辦的詩情花藝 中華插花藝術特展 體驗花藝美麗 我們中華花藝文教基金會 在2018、2019就在這邊展覽過 那當初市民的反映其實相當不錯 所以最近我們陸陸續續又接到了一些反映 那所以去年就開始跟 當然去年就有接到反映 所以就再跟基金會來聯繫 所以我們今天就又有了這樣的一個展覽 希望讓市民可以來近距離體驗一下花藝之美 那台北市一年四季在不同的區域 它都有非常美麗的花朵在爭豔在戰犯 那包括最近的市民官邸的玉琴香 那再來的杜鵑花等等 所以到處的這個花可以說非常的多 那這也是台北市民在景奏生活中 它最美的一個風景 但是在這裡也要邀請我們的市民朋友 還有各位好朋友們 除了戶外美麗的花之外 也可以到我們的這個探索館的各展廳 來參觀我們這個市內的花藝展覽 我們的花展總共會分兩個地次 總共有60件以上的作品 它會用插花的藝術來讓我們的市民朋友 來體驗不同的藝術之美 所以歡迎大家在看室外的花 戶外的花之外 也能夠到室內來參觀我們的這個特展 特展將花藝結合詩詞已經深遠 策展人王愛珠老師表示 隨著世紀流轉 有不一樣的插花花藝展示 結合六大花器與四大類型的作品 走完展覽一圈 彷彿看完一整年花卉風菜 主軸呢 因為總共展覽有兩個T次 然後第一個T次是民間插花 那民間插花我們就顧名思義嘛 就是我們老百姓很喜歡的一些花卉 那它的色彩繽紛亮麗 隨著世紀的流轉 春夏秋冬 你知道像我們現在有春節元宵節 然後接下去我們春天有清明節 然後呢夏天我們到了夏天有什麼 端午節是不是 然後也慶祝八八節 夏天的時候還有一個美麗的節日 叫七夕情人節 然後再來我們想秋天 秋天最重要的就是中秋節 對不對 然後久久重陽 那我們從節氣來講 秋天有立秋 有所謂的秋分 那我們到冬天有立冬 冬至 吃湯圓等等的習俗 有七夕情人節的作品 有久久重陽節的作品 那我們可以從春天走到夏秋冬 然後走完一圈 就好像把我們這個一年最美好的世紀 最美好的節日 全部一次看完 應該會帶回滿心的歡喜 春天是一個很棒的季節 滿花盛開 那二月三月天就是我們花招 花刀的日子 那很高興我們觀傳局 在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我們跟艾朱老師 以及東方花藝委員會 集集會的樣子的很棒的一個結合 把花藝來帶給大家 那 那 雲中大娃 就通道我曾說過 花是天地的會下之氣 那有這麼好的一個機會 那 也跟台北市政府這邊 有很棒的花藝的結合 花藝的結合 這是真是很棒的機會 觀傳局也策劃多場花藝工作坊 由專業花藝老師親手帶領大家 體驗插花樂趣 還有專題演講記事頒獎座 邀請民眾一起探索中華花藝的文化世界 記者問君台北報導